好,那各位同學大家好 請大家來看一下其他人 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各位來修這門課 我看過名單的時候,我發覺很多都是從不同學校過來的 甚至遠從經濟過來的地方 夏季學院其實已經開辦了大概有三年以上 過去我也曾經在夏季學院開過一次 今天我們又來開個這樣的課程 歡迎各位來參加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的課程認識星空 我要先給各位打個針 先稍微了解一下 認識星空你會覺得其實是蠻好玩的 其實真的也是蠻好玩的 如果各位認真學習的話是真的蠻好玩的 但是我要先講一下這套課程 因為我也不是明川的老師 我才剛上完一學期的認識星空 也跟各位報告一下目前的結果 本來選課的有六十幾位 六十三位 你有看一半嗎 六十三位 然後到期中考的時候 就少掉二十 為什麼呢 大家會覺得天文的 有一些星星的名字很難記 很難記 所以呢 希望各位 因為我們本身 你不管任何知識 總是有一些東西是要 有一些基礎的知識要去背 名字要去背 所以呢 天文上也是一樣 我們全天有八十八星座 然後呢 八十八星座裡頭 每一個星座裡面有一些亮星 那那個亮星的名字 其實有時候那個名字是 你會覺得很抽象 這個該怎麼背 那到時候我們在課堂上 會慢慢簡單的 各位做一些解釋 那 呃 反正先認識星空的課程是這樣子 那我這邊也稍微 自我介紹一下 那待會我們還有 我們課堂當中也有助教 到時候也會請助教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所以到時候 課堂當中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 那個 也可以訪談助教 也可以找我 來 我在 我們明城大學到 那我的名字 我介紹一下 叫 王影聰聰 OK 好 王影聰聰 那如果開這個聽聞 在學校開聽聞課程 大概一點 他要實 好 講這個聽聞課程 那當然如果說 像我們現在為什麼開在下午 好 像四零 然後到齊 然後當然各位 我們可以再考慮看看 中間可能有些課程 我們稍微調一下 上到八點 那當然 有那個 如果課一樣調到 甚至中間也可能有一堂 有一次的課 各位可以用來 因為 把一些時速分散到 其他點 那這樣都可以掃來一次 好 這都可以考量 因為 傍晚 我們如果真的要關心星的話 現在大概 太陽多光差不多六零半才下山 六零半才下山 六零半才下山 那等到天色暗 我們快要起 那七點下課 沒辦法帶各位看 好 所以也許我們在課堂當中 可以做一些時速的調整 那當然也會經過大家的同意 我們再來做調整 好 另外呢 我也稍微講一下 我們本來 我會到時候會 我有跟 在學校裡面申請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 就叫做各位 要上去做一些 自我的測驗 或者是甚至交交作業 都是透過那個平台 或者那個 我要公佈任何事情 都在那個平台 但是因為那個平台 還在申請當中 所以 各位先 如果有任何訊息要公佈 我先用我的網站來公佈 那我的網站 我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只要在Google 我這邊開一下 Google裡頭 只要打過我的名字 好 通常打兩個字 就可以找到我的名字了 好 然後呢 找到第一個網站 就是我的網站 OK 然後呢 我們到時候 初期 如果那個 我說有一個平台 如果還沒建好的話 我先用我的網站 我會在這個地方 上課獎益 這個地方 來做發布 上課獎益 來做發布 其實 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很多資源 我 順便自我介紹 就是說 我在學校裡頭 我有做行政工作 我有做教學 有的行政工作 是在電腦中心 在學校的電腦中心 所以呢 我可能會在學校 也會辦一些 給教職員做教育訓練的一些課程 像這邊有什麼行動 並進行使用的 甚至還有其他的課程 包括我在學校上課的聽聞課程 我都有錄影 各位有看到 我們看前面有錄影機 我們在做錄影 也就是 我們上課的過程 我都會錄下來 到時候那個影音檔 我會上傳到YouTube 然後會把那個 網絲放在 像今天我們講的一些規則 我都會錄好 放上去 放上去 如果各位 對規則有任何疑問的話 隨時可以去頂那個影音檔 去看一下 有什麼問題 OK 所以我們暫時先用 我的網站裡面的 這個 上課獎益 這個地方 到時候 月薪的資訊 我會放在上面 做報告 然後那個品牌 一旦建立好之後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翻到 這個品牌上過去 OK 就暫時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真的 想要聯絡我 這邊有個聯絡方式 這邊就有 學校的電話 也有 Email OK 所以 如果有任何 你覺得 疑難雜症的問題 要問 那都可以隨時 提出來 詢問 然後呢 這門課程當中 我要先跟各位講 我們課程 認識星空 我要切割一下 認識星空 最主要 是希望各位 我們有兩大的 主事 希望在 我們這樣數這樣的 課程當中 主要認識星空 要讓各位有兩個 最基本的東西 一定要會 一個是 天文技能嘗試 天文技能嘗試 也就是說 今天 你不要人家講了什麼 你還會覺得說 這個答案是 怎麼樣子 結果是錯 好 然後呢 另外一個 你要學會認識星 不過 因為我們 這樣 兩個 等於說 七月八月 我們碰到的星空 幾乎都是 下進行 所以 課堂上我大概 只教各位 一記的情況 好 教各位認一記的情況 反正你抓到 方法之後 後面的幾記 事實上 各位 也可以無法工作去學 或者是 如果你不知道 怎麼學起 我 網站上 各位可以看 第一檔 好 主要這兩個 那等一下 這個細節 我等一下再講 因為 跨校區的 這種 選課的方式 有一些 很特別的一些規定 好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欸 或許各位修修做話 就是說 這個課程 欸 不符合你的需求 你想要退選 那他退選怎麼退選 OK 所以這件規則 我們請我們的助教 好 然後順便 其他自我介紹一下 順便 也跟各位講一下 某一些規定 因為這個 夏季學院 還有規定說 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種 夏季學院規定 好不好 來 我們掌聲歡迎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 這個 我是這個 這學期的助教 我叫金如法 然後 然後 欸 對 然後這是我的 你的平衡方式 那如果大家有事情 可以找我 那在 那個 我們 北二區的 夏季學院的網站上 應該有我的 你的平衡方式 然後 再來 對 就是有事情可以找我 那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北二區 選擇的一些事情 就是 就是 欸 欸 欸 有一個那個 就是這樣 那獎金大家看應該 算蠻豐厚的 對啊 大家可以學一下 就是這樣子 然後 剛剛老師講的 停修的規定的話 所以我大家覺得 修不下去了 那就是在 欸 這學期結束前 一個禮拜 要提出來 那要做申請 然後老師要認可 才可以停修 然後 可是如果停修的話 欸 成績一樣 會 就是不會 另外你的成績也是會在你的成績單上 用停修這樣子 對 然後 欸 成績的部分 是一定都會 跌上去 然後 有可能 就大家好好修 因為有可能被打掉這樣子 那可能老師啦 對 然後 希望不要發生停修這種狀況 那如果有需要 有停修的問題 可能再像我連過這樣子 好 然後 把時間交給老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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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 第一節課 就是說 第一小時的課稍微比較 顧躁一點點 我稍微講一下 可以講一些事情 那個 剛剛我說 我們剛剛結束的這學期 那個 有人到期中了之後 就退掉了二十幾位 二十位附用 只是很多學生 尤其像我們明川裡頭 明川大學裡頭 其實沒有那個 物理方面的科系 所以 或者是 也沒有老師在開聘用課的 所以 有很多 很多學生在學這個東西 他會覺得有一點實力 我 第一年在開 上級學院的課程的時候 我們一般上 有一位法律系的學生 然後呢 他上課的時候 我看到都非常認真 都非常認真 在做一個記者 結果我上了幾次課之後 他還是來跟我講說 是我覺得上課 比 念那個 法律條文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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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天文的這些名字 就是說 對 這個星星 就像比如說 欸 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人知道 如果到下級的時候 最亮的三顆星 有沒有人可以講得出來 就是下級大三角 那三顆星的名字 有沒有人講得出來 現在 到目前為止 就已經有一點基礎了 有沒有人知道 好 我看 來 你要不要嘗試講講看 就是你 欸 對對對 好 沒關係 你記得多少 天津寺 很好 織女 很好 牛郎 對 OK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等一下 你找我家妹 好 好 因為這個 我課堂上 我們這學期 我只會有一次 請我考試而已 就是一個考試而已 其他的都是算平時成績 那平時成績呢 其實有一個是課後的 課後的一個 我會出測驗給你的 你們 可以互相詢問 互相參考 或者是 可以看我影檔之後 再去做檔 都可以 這個等一下我再來細講 那另外還有就是 那個 上課的問答 如果 如果是我主動 問一個開放性的一個問題 你答得出來的話 也有加分 希望可以說 各位在課堂上 都多互動 好不好 甚至呢 有可能我們講完 介紹星空了之後 之後的幾 那個幾週 有時候 一開始上課 我會問說 有沒有人 要來講 那個 怎麼去認這個星空 然後 如果上來講 那也有加分 好不好 那這個我們再慢慢來說 我說 那個 所以光被 有時候被這個名字 像剛才 其實夏季大三叫這個名字 你會想 知名還算好被 像剛才天津寺 欸 講得出來 已經算非常好 好 那我再問 我剛才說有加分 所以我再來問 有沒有人知道 北極星 真正的做過系 叫什麼 你知道嗎 還是 有沒有人要講 好 過程 過程 不對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 我這邊稍微講一下 叫勾成一 勾成一 這什麼名字啊 欸 沒辦法 這個就各位一定要背 為什麼呢 你總不能每次 每次指到天上 欸 你看看那顆星 這顆星就是北極星 當然還可以 有一個賴名字還可以 講出來 但是如果你說夏季大 你看看 這三顆最亮的星 你看 這顆星就是 很亮的那顆星 這顆星也是很亮的那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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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誰聽得懂啊 總一定要把一些名字 可以講出來 好 所以這些名字 是必要背 OK 好 所以到時候會跟各位講 所以我說 有些人會對於 背這種這種名字 會嚇到 然後呢 還有人就是說 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可能他到時候 表現度假被我當掉 我要跟各位講 我有些課 我分數 我會不吏 不吏 所以其實 好在一學期 結業了之後 常常都 比如說有可能 十個以上的是一半分 都有可能 但是呢 我曾經有一學期 在我們米川裡頭 當掉了五分之二 當掉了五分之二的學生 所以我希望各位 當然 這個 這個課程 沒有各位想像的 那麼枯燥 或者是這麼難 到時候 今天的課程 各位也會慢慢體會得到 但是各位 也希望各位 能夠花一種心思 居然暑假 這麼熱的天氣 各位已經花時間過來 我想 希望各位 能夠 對於聽聞的東西 抓一點興趣 好不好 能夠找到一些興趣 好首先呢 來準備 準備開始講 課之前 跟各位講 就是我們的課堂 主要兩個主軸 就是聽聞基倫常識 跟 學會奠任信心 好 這是兩大主軸 首先呢 天上的信心 不是女士 天氣都很好 不是容易看得到信心 那如果 不容易看得到信心的話 各位 可以善用一些科技 好 像這邊 有一個軟體 叫做 等雷倫 各位 可以去 回去之後 把它 下載下來 好 這一定要下載 因為到時候 我們會 可能是今天的課後 或者是 我們下禮拜一上課的課後 我就會出 有關於 這個操作的 一些題目 你回去 你可能要 知道怎麼操作 你可以做 拿得出來 好 那這邊我執行給各位 看一下 這個軟體 你長什麼樣子 有玩過這套軟體的請舉手 都沒有玩過嗎 OK 好 來 這個軟體其實做得非常好 你看也可以 像現在目前 來看一下 這個位置 你有改過了嗎 你有改過了嗎 OK 有時候我預設安裝起來 我要先講一下 預設安裝起來之後 位置 不在台北 它可能是在巴黎 那各位要去改過 這個改的設定 通常在下方或左方 下方或左方 那各位 只要在這個地方 打入台北 好 當然 如果你是在台中 你可以去裡面 可以把 尋找到台中的位置 都可以 好 就是 你這邊選好了之後 接下來 你可以這邊 選 打勾一下 Use current location as before 把現在目前的位置 當作預設 OK 然後 它就會一直覺得 這邊 是在地球 台北這個地方 好 然後呢 還有就是 今天 你看它模擬 這個 我們現在 4點多 太陽與沙山 一直認識 沒關係 往下 這邊有一排 從 左邊 這邊數過來 2 4 6 8 第八個 大器 你把這個大器 關掉 就可以看到形容了 好 我先把這邊的點燈型關掉 讓各位看一下 好不好 先這樣子 好 關起來之後呢 它有一些比較亮的星星 會有 會呈現這個名字 好 當然 你如果直接到戶外去看的話 這些那麼亮的星星 上面是不會有支點燈 OK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要猶如現在的情況 你可以把星空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有個星空欲顯示 把這個 恒星跟行星的勾 這個名稱與標記 恒星跟行星的勾 拿掉 欸 看到的就是這樣子 好 這邊它有多了 之後再說 你看 就是這個現在目前看到的情況 OK 好 然後呢 今天 它這個 這個很好玩是 如果你的滑鼠的卷軸 混輪 滑鼠 現在都應該都有混輪吧 或者你看 往內卷 這樣看起來有點像 經歷不完天的感覺 甚至你可以讓它 往外面這樣子 所以它這個軟體是非常好的 非常秀 甚至呢 你可以那個什麼 你覺得這樣的心點 實在不好認 你可以在 左邊第一個 星座的臉線 這樣你各位看得到臉線嗎 好 它現在看不太清楚 好 沒關係 因為是投影機投出來的 第二個 你覺得還不能想像 那個是什麼星座 那就把星座名字叫出來 如果再不行 你可以把星座的圖繪叫出來 OK 好 然後呢 你覺得 這樣子 有什麼好玩的 其實還有很多 快找它 有沒有 星座就在旋轉 OK 其實都 光這樣看就很炫 所以回去 各位 請把它裝起來 好 請把它裝起來 好 然後呢 有一些細節的東西 因為各位現在手邊沒有電腦 我現在講 你可能就忘記了 沒關係 再跟各位講一個軟體 我的網站當中 我們再看一下我的網站 我的網站在上課講義當中 來往下看 一直往下拉 因為我是照時間牌 對不起 往下拉 到了這邊 2012年的時候 我有錄影一個 之前的版本 但是差不多啦 差不多 這邊有一些影音教學 有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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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個教學 當然 直接看個playlist 也可以 好 這邊就有list OK 現在為各位介紹 STAR 對不起 他的講話就一邊講一遍 因為 只要面對電腦就一邊講話 即 如何設定為 像比如說 STAR 連 安裝 也有交通 安裝之後 你們直接啟動 好 連這邊的教訓 你看這邊啦 這時候 你看 如果 這個 你把這個 解析度 可能調到 720D 在台灣 這邊 調到720D 過一次之後 所以要設定 在台灣的台北 設定在哪裡 好 OK 所以這樣 有問題嗎 這個 安裝的部分 所以 安裝的部分 我就不細講了 所以各位 回去看這個 你的教訓 好 那另外呢 有關於 重要的就是 成績了 因為我們都在暑假 暑假呢 只會很快 一個季節 我教了其他季節 如果沒有 那個時間 實力的不去認的話 那個 當然 有時候 會比較記不清楚 所以我就 乾脆 我們在暑假的過程當中 只考一次期末考 而且期末考 到時候會 考夏季醒目的別人 我會 到時候 我們是用 紙張的考試 那到時候 紙張上面 會有那個 夏季的 夏季的行動 然後呢 我會框出哪一個範圍 你就要把星座 再寫下來 可以嗎 有的 會是亮的星座 有的 暗的星座都會考 像各位 因為 因為我自己的本身也是 在台北市立 天文科學教育館 當解說之狗 我也當解說之狗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那個天文館 每年 都會辦一個 天文的考試 全國的考試 不知道各位能夠 解說過 或者參與人來考過 他的考試是這樣子喔 一個是 天文基本上 限於一般題要策略 而且那個是完全開放的問題 他不會給你一個範圍 開放的問題 包括 比如說 今年七月 你七月 別忘記了 七月有一個重要的天文 這不是真正的天文 這是人為的天文 也就是 有一個叫做 星世引號 星世引號 一個人造的太空船 無人的太空船 要飛到哪個星球去探測 都會知道 像這種 天文館就會考這一類的天文 比如說 星世也好 在今年 他會 但是我當然 我如果上課沒有教過 我就不會考 OK 天文 我說那個天文館考的 100題的天文基本常識 他就會很開放的問這些問題 所以你很多天文基本常識都要知道 然後呢 不是只有靠體系的心空 全天空 那我順便再問一些問題 各位告訴我有機會加分 全天空總共有幾個星座 各位知道嗎 有沒有人知道嗎 88 很好 OK 88個星座 88個星座 再來問 台灣 地區 可以看到總共幾個星座 有沒有人知道 20沒有多少 台灣可以看到82 有些看到一部分呢 也都算進去 都算可以看到這個星座 有6個看不到 但是呢 天文館 他的考試 是88個居度考 他今天 他那個 如果有去天文館看過的話 他有一個模擬星空的一個 那個 我們叫做宇宙劇場 他把星星投在上面 然後呢 他用鼻去指一下 請問你這一區 是什麼星座 你就要把它寫下來 88個全部會看到 他是這樣子的 但是呢 我也不會要求這麼多 我是上課 教過的天文基本傳承 以及 怎麼去認上級行動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說難不難 所以寂寞考在40% 然後呢 停時成績 在60% 所以還算蠻不錯的 那到時候我們的平台 用的叫做Mono平台 有可能各位在學校 也有些部分 也是用Mono平台 那就應該會很熟悉 然後呢 上課時間 我們是 4點10分開始 因為學校的房間 我們4點10分開始 然後呢 每到整點 就休息了 OK 所以我上到7點 然後呢 給各位 一個彈性 遲到不要超過15分鐘 OK 15分鐘過後 我可能就開始點了 那 但是請各位 對不起我這邊寫錯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三級 不是三級 所以只要你點到 就三級 除非你 如果你覺得你今天可能會晚到 你先跟我講 那我點了之後 如果你在第二級課來 我就只扣你一級 因為你有先跟我說 OK 所以不是說你先跟我說了 我就不進考課 還是會進考課 但是就是 希望你能夠遵守規定 不要遲到15分鐘 好不好 而且呢 每一節課課 背後 重成績三分 重成績三分 我們 像我們剛剛結束的這學期 學校的同學 有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 我一直跟他 一直在提醒 他們覺得 三分好像不多 可是呢 後來有很多同學 我今天來計算總結 發覺有很多同學 他大概缺四節課 四節課總成績 就扣了12分 那很多 所以請各位可以注意 另外呢 這個收聽廣播的 這個我跟大家再說 這個未必要各位收聽 也有可能會收聽 這個收聽的 也不用各位守在收音機前面 因為有人把它錄起來 有人錄起來 然後放在網路上 那這個 都再說 那另外呢 如果各位有 類單或單印相機的話 你可以有機會去做天體拍攝 或者是 如果聽文館有辦演講 或者是 有一些天文的演講的話 各位如果有去聽 聽完了之後 請各位 跟那個主講人拍一張照片 然後回來 你跟我說他講什麼主題 然後呢 你簡單的敘述一下 他的演講內容 然後我再問你幾個問題 如果你都可以答得很好的話 基本上你拍攝一張照片 一個晚上 你不管拍多少張 我都算一張什麼 你拍一張照片 或者是 聽演講 你回答應答得很好的話 就無分了 不用各位信心的話 直接當面 成績就可以確認 好不好 都有加分 然後課堂上的互動呢 如果我今天問一個問題 像剛才有問了 那個 有答對的人 有答對的人 那就加總成績兩分 加總成績兩分 OK 所以事實上是很方便的 就是那個 要到那個 要幾個其實沒有任何問題 這個等一下再說 再問各位一個問題 不是問問題 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許聽聞到底有什麼好處 許聽聞到底有什麼好處 甚至在座很多人 你們學的本科 跟聽聞都沒有關係 甚至有可能很多人是學文科的 跟聽聞什麼關係 我跟各位講 我的本科是什麼 我的本科不是天文 我的本科是電話 所以我才在學校的資本處 不過以前 那個我一直到 那個 我研究所 都還是念資本 資訊工程 所以今天我跟聽聞 其實說實在 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我的聽聞是從 我的聽聞有點算是自修 然後也在多聽聞家一個講 好 然後呢 現在在聽聞館做 那個 解錯志工 之外呢 我也在 那個 太魯的國家公園 太魯的國家公園 幫他 義務進出 我們 我常常會帶上高材 然後要講信心 講 那個天文的部分 好 那 再跟各位講 今天 我的本堂不是天文 但是我學的天文 多了哪些好處 當然 第一個 最直接看得到的好處 就是我在學校授課 在學校授課 然後呢 還有 還有一些好處 現在目前在台灣 會天文 還算是少數 那現在有很多小學 國中 高中 的學生 其實他們現在課堂上 有很多天文方面的東西 考試也會考 但是呢 很多老師 他不是天文這方面的 國小老師 國中老師 他要 教著這個天文的國際 可是他教起來 也會有多好處 所以他有時候 他就會找一些 比較擅長天文的人 去那邊 直接做練習 那 因為呢 我可能在學校開課的關係 有錄影 也有方向網站 結果呢 像 明天 像 我舉個例子 明天晚上 明天我 我們四點一下半 我們現在暑假是3到4了 四點一下半 然後我要趕快趕到哪裡去呢 然後趕到武林農場 裡面有一個叫做 武林附近度假村 有去武林農場住過的öd sabor 诶 所以有 Buff 多少氣味哦 你們 你們知不知道 武林農場 不管是讀武林農場 還是怎麼樣 晚上 那個 8 點半 大家可以到 武林附近度假村 去聽 音樂表演 有沒有 8 點半到 coefficient roof 是 九點半到十點半就是心象解說 心象解說就是我們天空房的製工 每天晚上都有不同人去做解說 我明天晚上我就要趕到這邊去 晚上九點半要再被解說 解說心象 然後呢解說心象那有什麼好處呢 對不起我講一些用意的 不會讓各位知道一下吧 如果各位未來有興趣也希望能夠 可以能夠去做一些天文的 去一些飯店做解說 有興趣的話我再幫各位做介紹 但是各位的基本品質要請 我像過去那個五年復元就這樣說 講心象 第一個那個什麼 我只要九點半晚上九點半到十點半 做心象解說 做一小時就好 他就有一千塊就像是非 看他好少 沒關係 再慢慢跟各位說 然後呢 因為我其實到老遠跑這樣一趟 那個什麼 總不能只講一個晚上 所以我會講到禮拜六晚上 然後禮拜天那個 像那個禮拜 比如說我四五五六五就三個晚上 所以呢 那去住哪裡 當然就住五年復元附加村 然後呢 五年復元附加村 他不是只有提供我住宿 他提供我 可以再帶一個人去那邊 除了住宿之外 還有三餐免費 三餐跟各位講一下他的行情 我印象當中喔 早餐一個人三百五 中餐好像也大概是三百五 那我晚餐的話 好像一個人三百五 想家之後你再是女兒 然後住宿費也不用 各位可以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今天去講信箱 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呢 你只要晚上這個時間 就連辦住宿費也在他的會場裡頭 然後講信箱講個小事 白天你到處去玩 你可以跟你的愛人到處去玩 對不對 然後呢 晚上 三餐到晚過來 人家主動提供文室 然後呢 只要時間到了 講完 晚上時 回到飯店睡覺 你看 你的 你的一趟旅遊 如果你真的自己 跟一個朋友 你玩個三 四天三夜 你這種味道要花多少 我完全不用花到任何錢 還有講信箱 一個晚上一千 我講三個晚上 會三千 所以你的那個 旅遊方式 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改變 OK 除了武林不遠都要存之外 我也去過幾個地方做演講 甚至還有一次喔 我莫名其妙聽到一個不認識人的電話 他就說 他想找我去 呃 花臉 有一個魚潭 魚潭 附近有一個叫做 池南社區發展協會 他跟我講 他是池南社區發展協會 他想要找我去做 新聞的解說 好 然後 是不同的兩天 下午 講課 然後晚上呢 駕望遠鏡 你看星星 好 我就去講 兩個下午 兩個晚上 但是 工作是兩天而已 你看 就是一個下午 跟晚上 然後大概 兩個禮拜之後 一個下午 一個晚上 結果他給我多當送給你 可以 以外就有 所以 說實在 你覺得好不好做 好 所以我希望各位 知道這樣子就是說 你們今天除了你們本行的專業之外 未來你們的工作當中 有很多有時候是你的行趣 你的第二專長 有可能變成 你另外一個謀生的工具 OK 所以請各位好好加油 聽聞 如果各位 未來 如果各位的聽聞 有去遇到一個地步 你也可以想 參與這樣子 甚至晚上 我們現在 我們在聽聞館的那個 施工團體當中 已經在 不用很多人在負責來接洽 本來 也有人在找我說 就是 7月1號 就是今天 趕到阿里山去 在阿里山講現象 好 對不起 我就說 因為現在 一三 放完 不要上課 我就不會放上去 甚至還有綠島 你在找 綠島 在綠島做解鎖的時候 白天時間 那個 潛水的 廠商 潛水的那個 那個 不叫廠商 潛水的那個店家 他會免費招待我們去做潛水 所以 有很多 你的生活的那個 調劑方式 有很多改變 所以希望各位在天文上 好好加油 好不好 好 另外呢 問一下 在座現在沒有智慧型手機的請舉手 都有 那很好 來 請問 iPhone iPad的請舉手 現在用的是iPhone iPad 其實比較少 2 4 6 7 10位 10位 所以你們這10位都沒有 可以做一個手機 或平板 都沒有 好 那我跟各位講 iPhone iPhone今天還暗 今天難過 昨天 它有一個 它可以提供一個 東西免費 我要請各位去下載一下 請問是iPad的請舉手 剛才iPhone iPad舉手的請問是iPad的請舉手 哇 都沒有iPad 各位講 在iPhone iPad下載一個行動軟體 iPad還可以用錢 iPhone要錢 很奇怪 而且是中文介面的 而且畫面還不錯 另外Android 其他的大多數是Android Android 我先講一下 剛才iPhone 雖然要錢 還是跟各位 稍微講一下 iPhone請你下載這個軟體 當然 如果你覺得 因為它要花錢 花錢多少 大概90塊塊幣而已 如果各位 如果覺得 有希望 想要下載的話 你可以去下載這個叫 Go Sky Watch 這個軟體 這個星象軟體 這個星象軟體是什麼呢 等一下 我再秀給各位看 這個是一個 我先講 這是iPhone iPad 這個在iPad下載不用錢 這個在iPhone下載不要錢 另外呢 Android手機 現在可以把它拿出來下載一下 如果你點得上網的話 你就下載一下 iPhone iPad下載的軟體 叫做 FootballSky 請問有下載過這個軟體的誰去做 不錯 有三位 還有四位 這個軟體是怎麼樣 很多人 雖然有幾個人有裝過了 我還是稍微講一下 這幾個軟體一裝起來 你把你的手機 你看到天上有一顆亮星 你把手機拿起來 對 它就會跟你講 那個亮星是什麼 叫什麼名字 它會在哪個系列做 就秀出來 而且 這邊也有一個亮星 你知道嗎 智慧星手機在你轉過來 它馬上就是 找到那個星座是什麼 所以非常方便 OK 那來 再問一個加分 因為快要五點了 我們要快要中間休息一下 但是 再來問各位一個加分 請問我們最近在 傍晚 太陽下山的時候 西邊天空看到兩顆很亮的星星 是哪兩顆 有沒有人知道 都沒有注意啊 今天晚上是最接近的時候 這兩顆星一直慢慢靠近慢慢靠近慢慢 今天是最靠近的時候 今天天氣還不錯 到時候傍晚的時候 我們在下課前 留言看一下 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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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天氣又好 其實我們是這家望遠鏡 給各位有沒有人 透過望遠鏡看過 目星的請舉手 目星有看過嗎 那你看到目星是什麼樣的狀態 我忘記了 沒關係我們找機會給各位看 我們除了可以看到目星 可以看到一個面 甚至上面的 它上面一個目星 它的表面上面的 我們叫做環帶 它表面上的紋路 可以看得到喔 然後另外呢 目星的衛星很多 其中有四顆最大的 你可能可以在這個地方 看到它有亮點 這樣子在這裡 可能看的時候 有時候是一邊四顆 有時候是一邊三顆 一邊一顆 有時候你看到是各兩顆 我覺得很特別 甚至呢 還有一顆星我們還可以看到 在中天 在現在大概在我們 那個傍晚以後 天色一按下來在我們正經裡面 有一顆很亮 圖星 我們都可以看 我們都可以加望遠鏡 到時候可以給各位看 你甚至可以看到圖星上面的畫 OK 好 所以呢 事實上我希望在我們的課堂當中 我們希望有趣的方式跟各位介紹天文 那除了介紹天文之外呢 我也希望各位 就是實際的再看一下天空的東西 你看過之後 你才會對天文起來 好不好 OK 好 那個 我們先到這個時間點 我們先休息 十分鐘 好不好 你會先幫我把這個 按掉一下 左邊 左邊 左邊有一個按鈕 對不起 最靠你的右邊 最靠你的右邊 有一個紅色按鈕 好